这一节我们来讲一个好东西 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 备份一整个网站的工具 就是这个WPVV的这个外挂 但是之前的外挂 我们看一下之前 这个外挂是免费的外挂 然后他有付费的进阶版本 那我今天就是要来讲免费的 付费的进阶版本 之前这个免费的 你们去之前的备份课程 在在那个那个公用课程里面 就有这个网站备份的课程 就有讲到这个WPVV Backup 这个是免费外挂 那我们今天来讲付费版的 那我先复习一下 免费版的它的功能就是这边 Backup跟Restore 就是你可以备份这个Database加Files 就是你的所有的档案 再加资料库同时备份 或者是指单纯备份资料库 那然后他也可以备份到本机 或者是异地 异地就是这个远端 看你要备份到你的FTP伺服器 这不懂没关系 大部分的人都是用Google Drive 或者是这个Dropbox 这个是Google的远端硬碟 还有这个Dropbox远端硬碟 那你只能够选一种方式 但是你手动备份的话 可以这个本机端 按下备次 像在这边 然后异地备份备次 就备份到你自己连结的那一个远端异地去 看你要Google远端硬碟或者是Dropbox 你要有账号密码 就可以备份到远端的远端硬碟去 这个是我们之前就已经教过的 这边有个Schedule 就是你可以排成备份 然后比如说我要每天备份 还是说我要每个礼拜备份 然后选定之后 那你要备份一样是资料库加档案 或者是纯粹档案 或是纯粹资料库 然后你要备份到你自己的本机端 还是要备份到异地 然后你就按储存 这个我们之前都讲过了 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 付费版到底有什么差别 我觉得差别很大而且蛮好用的 所以我会建议你把这个章节看一下 然后我会推荐你去购买 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自己的网站 我已经买了付费的版本 然后我让你看一下它的最大功能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刚刚讲到这边Schedule的地方 你可以去做排成 这个免费版本它只能够排一个排成 也就是说我现在可以排成 我勾选了我要排成 但是我只能勾选像这个是每个礼拜 然后我要排成备份到备份这些东西到这个地方 然后按Safe 好这样就完毕了 你不能够设第二个 你的排成就只能设一个 那什么叫做设第二个呢 比如说我现在实际来做一次示范 我们到这个付费版本来 它这边有一个backup schedule 备份的排成表 然后进来之后呢 这边有两种方式 我推荐用这一种比较简单 General Backup 这个General Backup 它这边就有设定两个以上 刚刚那边按Safe就没有了嘛 但是这边可以新增 像我这边我把它按一下修改 我这边设了一个是每个礼拜 礼拜六凌晨的1点0分 然后我要备份到Remote Storage 远端的云端硬碟 然后我云端硬碟 我事先有命一个名称在这边 我就选我的云端硬碟 然后我就全部勾选 然后按这个储存 那这是第一条 那你看我在这边 我设了两条 第二条是什么 我直接看这边就可以看到 daily 每天 每天的凌晨4点 只有only 只有备份database 资料库 我每天备份资料库 为什么 因为资料库很小啊 所以我可以每天备份没关系 然后这个全部网站的资料 包含图片的东西 这个很大 所以我一个礼拜备份一次就好了 那更动的频率也不会这么高嘛 但是资料库有可能每天都会更动 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会员加入了 他并不会增加你的图片 但是他增加你的资料 比如说有会员进来了 是不是会有会员记录 有这个账号的名称 密码等等那些资料 他都会存在资料库 所以我的资料库是每天备份 万一明天坏掉了 那至少他还原到我今天的资料 顶多顶多就只差24小时的资料量 因为资料比较小啊 顶多几十MG 所以每天备份是没关系的 当然你要到每个小时备份也可以 这边按进去池楼这边做设定 你来这边去设定每个小时 每两小时 每四小时 每八小时 每十二小时 每天 每两天 每周 这些你都可以自己去做设定 那最短的间隔就是每个钟头备一次 所以要看你的网站的更新频率高不高 假设你是一个购物车网站 而且每天都会 每个小时都会有人跟你买东西的话 那我就接你设定每个小时 看你个人的网站流量而定 那当然你这个频率设的越高 你的伺服器肯定就越忙碌嘛 所以这个要试状况 那我的就是每天去备一次就好了 所以付费版才有办法去做这种设定 那你还可以再做第三条也可以啦 你看我再继续新增 它没有限制你可以新增几条备份的规则 它可以这样一直新增下去 你可以自己去做设定 比如说我这个是 备份在remote remote 两个都是备份在远端 我可不可以设定第三条备份在近端 就是本机 可以啊 save it to localhost 就是我的本机啊 然后我本机要全部备 或者是我只要备资料括 我就自己去勾选 比如说我只要备资料括 然后这个打勾是说 我一旦建立了 它就是去执行这一条 就列入排程就对了 然后按create 这边就出来了 每个礼拜一 Active Only Database Localhost 在自己的本机 这个在原端嘛 原端嘛 remote 原端 所以你还可以继续去新增多条 很多条不同的规则 这个就是付费版本才有的功能哦 如果这条规则你不要的话呢 就按这个垃圾桶把它删掉 好那如果你要还原资料的话呢 就到这边来哦 下面这边 backup and restoration这边 付费版的跟免费版的 它的格式画面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要习惯一下 因为它功能切分的比较细 付费版的 所以它这个项目就比较多 切割的比较细 所以我要备分还原的话 在这边 backups and restoration 这个页面 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 假设你今天有备份到本机 你刚刚那个schedule 如果你有备份到本机 或者是你用manual backup 手动备份到本机 或者是异地远端 都可以 那你将来要还原的时候啊 你就到这个backups and restoration 这一个页面这边就会看到 oh localhost 我目前没有 因为我刚刚还没有去备份到本机 但是呢 我备份到远端 remote storage 远端资料库 有没有 有 远端银点 有 在这里 6月30号的时候 我有备份 然后size是多大 详细的内容 点击下去 就可以看到 它就开始扫描 你备到哪里去 remote storage 然后这边是download 就是你有备份 你这边就可以把它点download 去看一下你的档案在哪里 你看它有帮你切开 一样会帮你切 100MB以内 它都会帮你切开 大概一个档案不会超过200MB 看它的规则它自己切 所以它这边就有part 001 part 002 这个就是如果你要把它下载回来到你自己的电脑 正在操作电脑的话你可以直接按这边去下载 那如果你要马上还原的话呢 你就可以按这个remote storage 这边就会有一个restore restore就是把这一个资料库全部还原到这个网站 所以你要看清楚哦 这边是7月30号 2021年的7月30号 所以如果你还原这个档案的话 它还原你的网站资料就会变成7月30号当天的资料哦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 那我现在实际来手动做一次哦 这边有个menu backup 手动做一次 现在我们做的是menu backup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边全部都勾选 然后直接手动按这个backup now 它这边就开始跑了 我这边100%备份完毕了 那我目前勾选的是存到的远端的硬碟去 所以当它这边说备份完毕的时候啊 你还等它一下 它这边正在uploading就是上传这个档案 001这个档案 然后这个上传的进度 因为它是远端嘛 所以要上传到我的远端的Google云端硬碟去 然后一个上传完毕之后 它就变了002 然后上传第二个档案 那它有几个档案呢 你在这边看不出来 你要看这个进度有没有全部完成哦 这边有一个database 65MB file size 327MB 所谓file size就是里面那些图片啊 媒体库啊 上传的那些东西 那database就是我刚讲那些文字资料 所以文字资料会比较少 好那这样就是全部做完了 它就跳开了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再回到 backups and restoration这边 备份与还原的这个选项里面 因为我刚刚是用这个备份到远端的手动 所以我这边再点一下 诶 你看 这样就出现第二个了 日期10月15号就是今天啦 这样它就跑出来了 那如果你要点restore的话 我点下去让你看一下 它这边就会给你看说 你要不要把这个备份到异地的档案呢 拉回来到你的本机 因为啊你刚备份的时候 它是把它丢到你的 我自己的那个google运动硬碟 那这个动作就是说 我要不要把它拉回来 要哦 这个是那个顺序就是这样子 我要还原的时候呢 我要先去我的google运动硬碟 把它拉回来我的本机 然后我再点击还原 才能够还原到这个网站来 我把它点一下 你看它这个动作 就是去远端 把那个档案拉回来我的本机 有没有 download 109MB download到现在的进度 越来越多 然后它有一个提醒告诉你说 请不要关闭这个页面 当然在restore的这个工作 正在跑的时候 你不要去关闭这个页面哦 所以你要等它全部跑完哦 所以如果你备份远端的资料很大的话 这段时间就要等比较久 如果遇到你刚刚那种状况卡住的话 有一个方法就是回到这边 这个remote storage这一页来 然后这个是你的google drive google远端硬碟 我们我们的google drive 是这一个嘛 然后按scan 让它去扫描一下 扫描一下之后呢 这个画面就回来这边 我们再按一下restore 再做一次 重做一次 然后再按这个 重新把它取回 如果网络有断线的话 就可以这样子来做 然后再让它跑一次 然后把资料再拉回来 好了 这边已经 还毕了 拉回来了 等了蛮久的时间的 那你这个restore 资料都拉回来之后 我们就直接按这个restore now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现在先不做这个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底下这边有一个 客制化的还原 custom restore 你把它点开看一下 它这边预设是全勾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今天只是要还原资料库就好了 这个是外挂 这个是网站新增的内容 然后里面的一些图片也都在这里 还有这个是theme 就是布景主题 还有这个oppress核心程式 你把它点开之后 像这个是可以点开的 点开之后还可以看到说 我这个extra的布景主题size是多少 然后其他的block in 这是外挂 外挂还可以再去勾选说 我哪一个外挂还原 哪一个外挂不要还原 所以我们目前 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资料库的东西 其他的如果我们都不勾的话 我们只还原资料库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 我们就单纯还原资料库就好了 好那这时候 如果你都没有去选 都没有去选的话 你按还原就是全部都还原 如果你有去选资料库的话 只选资料库的话 然后你按restore 按下去 然后are you sure? 确定吗? 好确定 按下去的时候 它就开始还原 但是它只还原资料库的部分 它正在还原资料库的部分 那因为资料库比较小 所以会鼓励你 那你就至少设定每天去备份资料库 那还原就会比较快 单纯还原资料库就比较快 然后按确定 这样就百分之百完成了 好这就完成了 好那其他还有好多功能 这个WPPV 这个软体真的很不错 这个外括真的很不错 我们之后再来讲这个 Imageoptimization 就是里面的图片 里面图片你要怎么样把它压缩 怎么要压缩 让你的这个网站的反应速度更快 因为图片有时候你上传的时候 你并没有去压缩那个图片档案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网站越来越大越来越肥大 那在载入这个网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速度有点慢 因为图片太大了嘛 可是你去看看这个其他的外挂 也是比较知名的就是OPLESS的 专门用来压缩图片的外挂 那他们是每个月付钱 每个月付钱 或者是每年要付费的 他们是订阅制的 并没有终身性的一次买断的 那通常这种软体我个人觉得比较贵 我比较不喜欢买 但是我们这个WBVB 它的来给你看一下它的功能 它有卖这个Lifetime的 就是终身一次性费用的 也有这个订阅制的 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买这种Lifetime的 就是一次性 那它的这个订阅制 跟这个一次性付费 它都一样有分几个网站 像这个是两个网站99块 然后这10个网站139 50个网站199 然后无限制很适合你接案 你只要付299块美金 你可以安装在无限多个网站里面 那一辈子就只要付299美金 那另外一个订阅制的就是 它一样也是限制说几个网站 或者是无限多个网站 但是这种订阅制的就是 我每一次每一年我都要付149 每一年都要付 这个是只要付299 终身不用付就只要付一次 所以我当然是买这个版本 比较划算 而且我要讲的就是说 它除了刚刚讲的那个备份还原功能之外 它还多出了这个图片压缩的功能 在这边 我们下次再讲这功能蛮多的 图片压缩的功能 这一个 那我之前就有压过一次 就是这边按下去按这个按钮之后 它帮你把所有网站的图片 每一个图片它都帮你做压缩 那我目前已经压缩了1800张了 就是我的网站里面 最多可以让你压几张 最多可以压1亿张 9999999 最多可以压再差一张就是1亿了 那通常你用不完 所以可以用在好几个网站上面 这个我们之后再来讲 因为这个内容真的是太多了 那有压缩过的照片 它就会显示在这边 说原本的档案多大 比如说这个15.82K 然后这个变7.83K 就变小很多 这个比较不明显 如果你上存的图片本身就很大的话 像这个Original Size是1.2M 然后压缩变成399K 你看邦尼省了68% 这个就差蛮多的 这个以后我们再来讲 所以我蛮推荐你买这个外挂 又有备份还原的功能 然后又有压缩图档的功能 然后其实还有 还有一个功能叫什么 还有一个功能叫做Stage 这个Staging Staging的功能 什么叫Staging呢 这个要更深了 以后再来讲 大概让你知道一下 Staging就是帮你创一个直网站 然后你在里面做测试 假设你怕说 安装了某个外挂的网站会挂点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边创建一个直网站 它这个直网站就会在你的这个网址下面的斜线 再斜线多出一个资料夹 等于是另外一个网站 然后它有一个特色就是你 任意的修改那个网站 你觉得修改到你觉得不错了 好我要把我修改的部分套用到我原本的网站怎么办呢 它就有一个按钮就是直接把它还原 套用到你原本的网站 它就把你套用回去了 非常非常方便 所以这个就叫Staging 你就把它想成是一个分身的网站就对了 所以要用在测试一个网站的功能的时候 用这个Staging蛮不错的 好那我们这一节就先讲到这边